台中捷運在今天中午 11點17分的時候 是發生隨機砍殺案 那傷勢最嚴重的莫過於 就是目前就讀高二的少年 他今年17歲 據醫生透露 他是左右胸 右肩膀 以及右上臂 總共加起來有 22公分的撕裂傷 稍早我們也訪問到 這一位少年的家長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我以為在學校為什麼會被砍 他怎麼 他請假我們也都不知道 那他上次給我們簡單講一下 他這個肋骨背部這個 筋都斷了 用菜頭砍到都斷了 骨頭也傷到 然後這邊砍到骨頭也斷了 骨頭斷了 然後那個背部也傷到 你這邊有一刀很長 你太傷感了對不對 對 好的 我們來統整一下 這位少年的爸爸 他是如何講的 包括說一開始事發當下 這一名少年是打電話 跟爸爸說他被砍了 當下其實爸爸是非常的驚訝 沒想到說 孩子不是應該在學校嗎 怎麼會遭人砍傷 原來這個孩子 他是今天請假 在上課中就已經先出去了 搭捷運的時候 遇到這個隨機砍人的兇嫌 據了解 這名爸爸原本是在 南投的草屯工作 早上在上班的時候 突然接到兒子的電話 聽到說送來台中的零星醫院 家屬是馬上就趕過來了 稍早剛剛包括說 這個少年的家長 爸爸媽媽以及姐姐 都來到現場來探視 根據院方的表示是說 這名少年的傷勢 還算是嚴重 所以必須在加護病房 先觀察一晚 但是這爸爸也帶來好消息 說這個少年他目前是有意識的 不過因為插管的關係 現在還沒有辦法言語對答 但是這個人是有意識的 那另外我們在跟爸爸訪問的同時 這一名嫌犯20歲的兇嫌 也剛從恢復室推出來 根據警方表示 他目前還要在醫院住院治療 還不會馬上送到警察局 以上是我們在醫院掌握的最新狀況